下一个下一个 有网友发了段视频 然后下面网友的评论 现在人性都这么冷漠了吗 有人摔倒了都不笑两声 遇到这种事都能投也不回的离开 确实是太冷漠了 下一个下一个 用一句话正明天很热 话中不能带热字 果然高手都是在评论区 早上离家晚上归 声音未改夫已黑 夫妻相见不相识 笑问黑蛋你找谁 下一个下一个 怎么才能年入百万呢 只要不犯法干啥都可以 简单了 往银行存六千万 一年的利息就差不多一百万了 我有六千万 我还用请教你啊 挣六千万的方法我也有 怎么挣 往银行存四十亿 真是一个好方法呀 不过我要是有这四十亿 我还用来请教你吗 下一个下一个 有网友发来一张图片说 连成一句话 这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吗 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 人生通通几十年 忙忙碌碌只为钱 勤俭节约要细算 最后还是穷光蛋 下一个下一个 就使你们遇到过 什么最尴尬的事情 然后下面的评论 记得有天晚上迷迷糊糊 酝酿了一个屁 哪知道那竟不是屁 赌徒不值得同情 很明显这位兄弟赌输了 下一个下一个 我腰是怎么掉了 你这波操作属实给我惊到了 看你这熟练的动作 应该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然后评论区 有一位细心的网友发现到 还挺讲究 剪之前还得提前尝尝味道 下一个下一个 手机密码忘记了 只记得在这片区域里 我该怎么办 然后下面网友的评论 你先把这七位数字有多少 排列组合先列出来 一个一个是总有一天 你的曾孙会是出来的 此方法确实管用 只不过是耗时有点长而已 下一个下一个 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心脏 有时候会突然疼一下 有时候我的肺这边 也会突然疼一下 然后下面的评论 心脏疼不疼 先放一边 你这个黑丝 好歹全拍出来啊 我非常赞同 这位兄弟的说法 黑丝不给看 还想来提问 简直就是门都没有 下一个下一个 男孩的快乐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在哪里都能玩一天 网友评论是我 扇屁股的也是喊人呢 等下出去发现没人 我看你还笑不笑 下一个下一个 我怎么拉死了 先给我拉一下 我拉一下 怎么了 拉起来的是你那样 是你吗 是你吗 然后下面网友的评论 终于拉上去了 脚把他开心的 好家伙 你真是给爷整笑了 下一个下一个 像我这样的家庭 还有多少 这本是一个 很悲伤的视频 然后下面网友 说了句话 你还有一个 一直陪着你的老婆 加油 一开始感觉 你挺可怜的 看完评论后 原来可怜的是自己 我到现在都没有老婆 求配音 然后下面网友 模仿出了当时的场景 走 上车 我没喝多 你从里头喝成这笔样 快跟我上车吧你 我不 老子没吹 老子还要感觉 老子还要吹 啪啪 不得不说还是挺像的 应该是本色出言 下一个下一个 遇到困难不要回心 不论遇到什么大风大浪 总会过去的 不是哥们 你跟我在这变魔术呢 本来以为评论区的网友 会安慰一下 没想到第一听评论说 我给你二版 你给我再看一次看看 下一个下一个 大爷悠哉玩着手机 还不知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小胖尔见状 赶紧来关心大爷上市 一番交流之后 小胖尔将铁柜拿了起来 确认大爷并不大爱后 再次将铁柜立到门口 便扬场而去 网友评论说 突然间感觉脚不疼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 甩了一脚 爬起来后摸哪哪疼 最后发现 是手指头出蛇了 所以摸哪哪疼 都不疼了